《金星》三部曲 第一部《我来自金星》 作者 欧米娜·欧涅克 翻译 张国怡 第六章 杜托尼亚 上集 我阿姨总是会为我暗地里策划各种特殊体验 而且每次都不事先透露 好让我能够一直对生活中的新事物有所期待 其中之一就是我们到市里舞会大厅去玩的那一次 那也是我的亚瑞娜阿姨金星策划的行程 那是我第一次体验到我们金星的肉身文化 也就是所有人都还不能靠自己离地漂浮是什么感觉 那是我第一次前往杜托尼亚的市中心 因为这是在我开始到艺术殿堂学习之前不久的事 虽然我们的村庄就在附近 但我还是个需要靠阿姨和姨父的指引来进行各种生活体验的孩子 所以我从来不曾自己一个人去探索市中心的美好 尽管我知道它很美 其实市中心是没有住人的 正如我之前提过的 无论是杜托尼亚还是金星星星光层界里的任何一个城市 都完全没有商业行为或工业存在 我们的城市都是文化中心 就跟你在童话故事里读到的一样迷人可爱 我对杜托尼亚长什么样子并没有很清楚的概念 所以在准备这个行程时 我的心里充满了各种意测 而这一晚也是我第一次尝试升装打扮 亚远娜阿姨拿着一件天空蓝的连身洋装走进我房间 它有着垂坠飘逸的袖子 还有布满整件洋装的白色柔软云朵 而在我的胸口则是明亮的太阳 向四周散发出光芒与温暖 我超爱这件洋装 我们朝着市中心的方向缓步穿过村装 这趟路本身就是一种享受 我们当然可以直接让自己现身在舞会大厅的门口 但是这样一来 这趟行程就没那么有意思了 在我们头上 天空是一片深橘色 点缀着一丝丝的粉红 我的几个朋友也加入我们 一起欣赏我们邻居家那些有如梦幻国度般的美景 每一间房子都有着独特的设计 而且用令人惊叹的造景方式 在房子四周种植了各种树木 灌木丛和花朵 我们常常会停下来 闻闻我们最喜欢的花儿的香味 聆听欢欣歌唱着的鸟鸣声 伴随着那熟悉演乐的海浪拍打声 我们犹如受到款待般的 接受了一场大自然最优美的交响乐 在穿过草原和小小的木材区之后 我们来到一座有着东方外形的拱桥旁 它连接了横跨在我们村庄与市中心之间的峡谷 我该如何形容我第一次见到杜托尼亚时 所看到的动人美丽呢 我们的城市必须眼见为平 无法言传 看着这个粉白色城市中 所有的学习殿堂和博物馆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超过两层以上的建筑物 而当我们越走越靠近四处可见 繁花盛放的花园时 我的兴奋之情更是高涨 杜托尼亚四周环绕着一圈 带有一国风情的建筑物 它的设计如此壮丽又多样 我的感官完全被颠覆 塔楼 圆顶 球状物 还有金字塔 全都随心所欲的被运用在其上 而尽管大部分殿堂都是粉色系 其中有一些却是用了珍珠母贝 那层表欠了黄金所做的珠宝 另外一些则是以各种发光的金属或水晶打造而成 每一栋都是如此风情万种 而且独一无二 我会大厅看起来就像是个巨大薰衣草色的球状物 我们沿着一道狭窄的螺旋楼梯来到入口处 我们的朋友和邻居聚集在大厅走廊上欢迎我们的到来 在那儿我们每个人都拿到一只香了珠宝的夹子 让我们把飘逸的长裙摆系好 免得它们飞到我们头上 男士们的跳舞长裤刚好裁切到脚踝处 而且是膨胀的气球状 走进舞会大厅就犹如走进空气里一样 顺时间你就漂浮起来了 我简直无法呼吸 我感觉自己仿佛在太空深处里跳舞 因为这个超大球体的墙壁 特别设计成就像是深蓝色星空的模样 而且还有流星划过的特效 在舞会大厅的边缘是个阳台 杜托尼亚的音乐家们演奏着我所听过最接近天堂般的音乐 阳台的摆设也非常浪漫 桌子上点着烛光 一对对情侣坐在那儿享受着当下的情景和乐音 身为一个热爱跳舞的人 我希望这个夜晚永远不要结束 这是我一生当中最兴奋的经历 因为在没有低心引力的情况下跳舞 对舞蹈这个艺术来说 可以说是增加了一个全新的面向 许多大人的表演也都和我一样 就好像这是他们第一次来到这个舞会大厅一样 看着所有人都放开自我 做着不同的动作 真是很棒的一件事 有些情侣只是抱着彼此 上下左右的翻动飞舞着 其他人则是跳着精致细腻的民俗舞蹈 孩子们更是玩得不亦乐乎 大玩特玩各种身体特技 并且连成好几个大圈圈 奥丁一副告诉我 舞会大厅在我们的文明还属于肉身世界时 非常受欢迎 那是在大转化出现之前 这很容易理解 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可以让自己漂浮在空中跳舞 我这么说的意思是 在星光层界里 我们并不会随时去尝试新的体验 直到有人将这些新体验带到我们眼前 或是某个特别的日子到来 就像是在舞会大厅的这个夜晚 生活在一个没有限制的环境里 我们必须小心不要一想到什么就要去体验它 否则我们这一生会经常处于做到一半就发现自己没兴趣的状况中 而在星光层界里 这样的一生动辄长达数千年之久 我的姨父奥丁就已经超过一千岁了 我们总是被鼓励多利用现有的设施 而且这样一来我们也可以和其他人一起享受人生 这个晚上 我和我的阿姨、姨父以及一群小朋友 一起去参观这栋建筑物的下层 这里是奥托尼亚的乐器行 成立了多年来人们创造出来的各式各样乐器 其中有些非常特殊 模样古怪 而尽管如此 我们还是可以看出现在的哪些乐器 是从这些乐器演变而来的 在我们回家的途中 阿姨和姨父停下来参观一间博物馆 里面陈列了肉身时代的各种发明 我留在外面欣赏四周散放着光芒的建筑物 杜托尼亚没有任何街道 每栋建筑物的四周都布满着一条条美丽的走道 当亚瑞娜和奥丁去参观图书馆的时候 我也一样在外面等他们 这里收集了几个世纪以来 所有杜托尼亚人的文学创作 只要是住在我们这个区域的人 随时都可以把自己写的书放进图书馆里 我已经很累了 而且我觉得在外面等 不要让自己的大脑一下子塞进太多新的景象和声音 这样会让我比较容易将舞会大厅的记忆好好收藏起来 但我对这个城市的兴趣已经被点燃 所以之后我很常造访此处 特别是艺术殿堂 那晚在跳完舞之后 我沉浸在全然的喜悦之中 当我告诉阿姨我非常开心时 她说起我母亲也非常非常喜欢跳舞 事实上 这也是她最喜欢的休闲娱乐 这时我才发现 这是亚瑞娜阿姨第一次跟我提到母亲的事 也许她怕会让我的人生再次出现悲伤的回忆 我从亚瑞娜阿姨那儿得知 我和我的母亲有非常多相似之处 我的身形 我的动作 还有我手的形状 大家都说她是个美女 她天生优雅 而她的举止也总是会吸引他人的注意 我的母亲拥有某些特质 她那双会说话 深邃的绿眼睛 总能够触动他人的心 而她和我的奥丁姨父也有类似的特质 她总是关心他人 更胜过自己 我阿姨唇边浮起一朵温暖的微笑 对我说 我穿的那件洋装 其实我母亲小时候也穿过 这让我受宠若惊 自己竟然可以跟这位 把我生下来的优秀女性相提并论 那晚当我已经躺在床上 背靠着枕头时 亚里纳来到门外 问我是否可以进来 当然可以 我说 她进来之后在我身旁坐下 拿出一个小木盒给我看 她一边笑一边说 她忘了还有这份特殊的礼物要给我 一直到她进了自己的卧室看到 才想起来 木盒里面是一条项链 以及搭配成套的手链和耳环 那是我母亲的东西 对她来说 她们非常特别 也非常珍贵 因为这是我父亲送她的第一份礼物 我阿姨把这套我母亲 拥有多年的珍贵首饰送给我 实在是让我喜出望外 而我更高兴的是 知道这套首饰 是我父亲寄来给我的 这对我来说意义非凡 因为这是一种爱的表示 偶尔我父亲会向亚蕊娜和奥丁 询问我的表现如何 以及我过得好不好 我生日的时候 她也会送礼物来 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她本人 或听到她说话 对她来说 把我母亲的东西寄给我 代表了对我极高的重视 她很难割舍任何属于我母亲的东西 这真是太美好的一天了 充满了快乐和全新体验 我还记得自己睡着后梦到了我的母亲 还有我和她在一起的那一天 也是唯一的一天 金星人很少佩戴首饰 大家很早之前就明白 到了某个程度之后 首饰反而会抢走穿戴者的风采 而我们会佩戴的那少数几件首饰 一定要是非常特别 而且精心打造的才行 每一件首饰在被创造出来时 都带有一份情感 而她也会将这份情感 传递到穿戴的人身上 首饰同时也能够反映出 穿戴者内在的光与美 在地球上最珍贵 也最昂贵的金属与宝石 在这里很常被拿来使用 因为在星光层界里 这些东西同样也可以 极由意念创造出来 地萨尼亚人喜欢复杂的设计 也喜欢极简的风格 而因为材料的来源没有任何限制 每个人都可以自己花功夫 制造出任何一种想象得出来 最精致也最能搭配自己的物件 这里没有制作珠宝首饰的工厂 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特 且具有创造力的个体 所有人都能够制造出属于自己的首饰 就如同大家会动手做自己的衣服一样 一般说来 首饰会从一个人手上传承给另一个人 当作一种爱的信物 而且在制作之初就会先设定好这样的用途 所以制作时也会将它做得坚不可摧 当我们还是肉身闻名时 太空探险家会前往遥远的星球 在那里也会发现一些珍贵稀有的宝石和矿物 每当女人的丈夫带着稀有罕见的宝石或金属归来时 都会让人激动不已 在特殊场合里 我们会佩戴由自然物品做成的发饰 像是花 树叶 羽毛和珠子 我猜想 美洲的印第安人就是从我们那里得到他们传统发饰的灵感 而我很确定 正是金星的太空探险家 把从我们家乡带去的玉米和葵花 引接给早期地球上的原住民 我们其实是非常敏感 而且浪漫的人种 这一点绝对错不了 因为我们居住在情感的层界中 我们生命中的快乐 绝大多数来自于生活中的琐碎小事 日常的小小快乐 像是我父亲送给我的这份超棒礼物 亚瑞娜阿姨一直都是个快乐的人 她总是能看见万物好的部分 特别是人 而她也很懂得如何安抚心情低落的人 知道如何让那些紧张 处于高压状态的人放松 无论情况需要如何处理 她都会慢慢花时间去把事情做好 我就是从她身上学到了 非常精确的整理归纳能力 所有东西在我们家都有自己的位置 亚瑞娜喜欢家里是个简单自然的环境 深深着迷于大自然之美 她不能没有她的室内花园 还有装饰我们家里的那数百株植物 她喜欢每天花一部分时间在室外 照顾那些花儿和正在萌芽长大的树芽 她喜欢劳动她的双手 我的阿姨和姨父喜欢从事各种有创造力的活动 就跟金星社会中的所有人一样 除了科学工作占据她每天大部分时间外 奥丁姨父还是位杰出的雕塑家 木工和音乐家 而这还只是她的多项才华之一 亚瑞娜阿姨也很有雕塑的天分 我们花园中的许多雕塑和喷水池 都是他们两人联手完成的 我们家四间卧室中的两间 被用来作为他们的个人工作室 一人一间 第三间则是他们俩的卧室 弹奏竖琴和笛字是她个人的兴趣 而设计与制作各种学习玩具 则是她对这个世界的贡献 她非常热衷于开发可以教导孩子 同时也让孩子觉得好玩的新玩具 我从中受益不少 因为她也会在家测试她的新发明 然后才会把他们送去星光层界博物馆 在都托尼亚 亚优娜所设计的衣服也相当有名 虽然每个人都会设计并制作自己的衣服 但还是有些人觉得自己的想法很无趣 所以跑来找她 因为她非常擅长将新设计和新材料整合在一起 我阿姨最主要的考量通常都是 衣服一定要能够搭配每一个人 天生的个性特质 金星的服装风格通常都是宽松飘逸 而且材质轻薄 一般都是用摸起来让人感觉愉快又舒适的材料来制作 某种程度来说 我们金星人非常重视感官享受 但却又不会过度重视到阻碍我们的灵性发展 因为每个人在实验制作不同风格的衣服 裤子 罩袍和常礼服时 全都具备着非常丰富的个人性 所以金星上从来没有什么所谓的时尚风潮 也因为所有可以想象得到的东西都能够由个人创造出来 每一件衣服都是绝无仅有的 女士的穿着方面 长度到地的洋装是我们文化中最普遍的装扮 而男士方面 很受欢迎的是气球裤和罩袍 这并非是一种时尚潮流 而是自然而然的现象 因为大家聚集在一起 就是因为彼此意识开展的程度相当 如果你去到金星的村庄 你会发现许多人的穿着都有一个共通点 大家都穿凉鞋 这是一种很舒服也很漂亮的鞋子 因为可以看见脚的自然形状 而且还可以在脚上做各种装饰 不必把它藏起来 这也是我们从肉身时代带过来的习俗 我们凉鞋的鞋底就跟纸一样薄 这是为了让我们能感觉到四周大自然里的草和湿润的土地 但是它的材质也是一种无法穿透的纤维 可以保护我们的脚 鞋面则是每一双凉鞋的独特之处 根据个人的品味 想要什么颜色宽度和设计的凉鞋袋子都可以 亚瑞娜阿姨和我都喜欢纤细设计简单的袋子 而颜色则是要衬托出我们身上衣服的美 我的阿姨深深崇尚大自然之美 所以她帮我们俩设计了能够呈现出大自然要素的衣服 举例来说 太阳装会发亮 而且就和我们的太阳一样是橘红色 背后绣上了闪闪发亮的太阳 向四周散放着温暖与光芒 流水装上印着层层叠叠向下流动 水花翻腾的瀑布 云朵装则是松软轻薄的质感 整件都是白色的 月亮装特别漂亮 因为它有着蓝白色的光泽 那是一件全长洋装 有着长长的泡泡秀 从腰部以下垂距到地 我最喜欢的则是一套蝴蝶装 它摸起来感觉像是天鹅绒 最厉害的是它使用了 与大自然装饰真正的蝴蝶 完全相同的花纹设计 等到年纪稍大些之后 我经常穿着它在杜托尼亚附近的野外 闲逛游走 另外还有一件类似雪纺纱的洋装 看起来有如秋天树上多彩的树叶一般 等我到了六岁 我的朋友和我最喜欢花一整天的时间 在库姆利山里到处玩 这座山脉矗立在杜托尼亚和大海之间 在野外露营并且结交到临近村庄的朋友 让我终其一生热爱户外生活 乐此不疲 但是我最爱的还是黄金海滩 光是日复一日坐在沙滩上看着海 把双脚埋进金黄色的水晶沙里 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经常会在一大清早 跑去那里吸取满满的阳光 面对着大海时 我总是忍不住赞叹这片闪闪发亮 绵延不绝到我身旁两侧地平线的海滩 我会凝视着海浪冲击海岸 变成碎浪 以及在海浪后方那深蓝紫色的海水 海洋与贝壳的月音如此动人心弦 我想 就连静静躺在沿岸边的美丽贝壳 也会发出属于自己的月音 远处夹杂着紫色 红色与蓝色的美丽群山 也一样吸引人的目光 到处充满着 犹如天堂一般的颜色和声音 大海上方的天空则是随时变换着色彩 在一片橘粉色的背景上 是明亮的橘色太阳和云朵 天空会随着居住在旗下方的人的思绪而变化 如果有人喜欢自家上方的天空是薰衣草紫色 那么天空就会变成薰衣草紫色 在海滩后方是一片茂密生长的丛林 里面有各种异国风情的树和花 再往后就是库姆利山脉的起始处 和一片深入下方峡谷的斜坡 峡谷中有许多由多托尼亚人打造出来的家园 我最喜欢有鸟儿和动物在沙滩上陪着我 我想他们也很喜欢有我在 凝望着海洋时我经常会做白日梦 大部分时候我幻想着我的父亲和母亲 并且在我心里重新创造出他们两人的模样 父亲要求亚蕊娜和奥丁不要跟我提起他 而他们也尊重他的意愿 我经常会想起我的童年时光 也想知道我的未来会如何 我很常会看到小小的玻璃泡泡船在海面掠过 我的眼睛会跟随着船移动 一直到它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它唯一的颜色就是坐在里面的人 翻船也很受欢迎 因为他们的船型是如此优雅美丽 坐在海滩上的我常会唱歌来抒发我的感受 或是为我的朋友弹奏竖琴 而他们也会为我弹奏他们最拿手的乐器 我最要好的朋友色穆拉和尼玛会和我一起跳舞 像是宇宙之舞 那是我最喜欢但也是最难跳得好的一支舞 我们的生活中有件会一再重复的大事 那就是一年一度前往瑞兹市聆听智慧大事的谈话 亲眼见到他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特别的事 虽然每个人所拥有的内在沟通能力 比心灵感应更为强大 这个时间越来越接近 很快的我们就要展开前往智慧殿堂的徒步之旅了 我还记得在一次研讨会中 大师提到了真相与一个人所提供的真相之间的差异何在 在肉身世界以及许多星球上 还有灵性世界也是 存在着许多灵性导师 他们能够提供许多真相给人们 但只要这位导师受到众人的崇拜敬仰 而且被人看得比他说的话还要重要时 真相通常就不见了 大家一定要明白 真相比那个传递真相的人更重要 在至高无上的神性法则之下 每个人都要尽全力掌控好自己 这是大师对我们所有人的期望 也是我们所有人的目标 像这样能够激励并引导学生成为智慧大师的教会并不多 特别是在地球上 有那么多的教会指导充斥市面 但其中只有少部分的真相 甚至根本连一点都没有 各种仪式和迷信泛滥 人们被导引成要崇拜灵性领导 并且遵从人定的法律 在这一次即将到来的研讨会上 我和我的朋友打算要跳一支关于灵魂平衡的舞蹈 他要描述的是灵魂进入了较低层的世界 开始分辨二元、男女、给予和接受 灵魂伴侣并不是另一个在世界比端某处等着你的人 而是在经过二元分类后的另一部分灵魂 灵魂随时都可以投胎转世成为男人或女人 并学习如何处理每一次转世后 所出现的男性特质或女性特质 有时候灵魂会到达一个中立状态 这使转世的男性与女性特质会接近平衡点 而在灵魂的灵性觉醒前 这都只是暂时的状态 当灵魂伴侣合而为一 而这个人明白了自己是个没有二元分别的灵魂时 这样的平衡状态就将永远维持 这就是发生在灵魂层界中的自我了悟 我们的舞蹈即有一位女孩和一位男孩 分别担任彼此的灵魂伴侣 来描述一开始的分离与最后的平衡 舞蹈一开始时 我们背靠着背一起坐在地上 紧紧相依 在我们背后不同颜色的层界开始向上移动 代表灵魂进入了较低的世界中 一开始是紫色的以太层界 然后是蓝色的心智层界和金橘色的因果层界 最后是粉红色的星光层界和绿色的肉身层界 然后我们站起身来与彼此分离 各自走向不同的方向 以表达我们的想法和情感 偶尔我们会再度相聚 触碰彼此的手或手指 有时甚至能够全然拥抱彼此 但都只有短短一瞬而已 到了这支舞的尾声 大师走了出来 将他的双手伸向空中 而两个灵魂伴侣一起坐在大师的脚边 一边一个表示平衡 为了即将到来的瑞兹之旅 我们经常排练这支舞 就在研讨会即将开始前不久 我在海滩上遇见了我的新朋友瑞米 每天他都会和我在差不多的时间 出现在海滩上 穿着他那条眼熟的气球裤和紫色罩袍 还有一条金色的绳状腰带 一开始我们并没有交谈 我们只是一起坐在金色的沙上 一起望向蓝紫色的海水 而飞彼此 我很清楚记得 他那双闪动着光彩的深蓝色眼睛 还有深金色的卷发 以及他挺直的鼻梁 而我最喜欢的是 他那有点坏坏的微笑 瑞米和我渐渐深深爱上了对方 尽管我们的年纪还很小 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在一起 而我的阿姨 姨父 还有我的女生朋友们 也都很喜欢他 我们经常一起爬上库姆丽山 坐在最高点上 听着风吹过峡谷 并和悬崖发出共鸣的声音 然后在我们回家的路上 我们会为彼此摘花 提醒我们这一天所共享的喜悦 瑞米和我时常聊起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未来 当然还有我们在即将到来的研讨会上的表演 瑞米准备要唱一首有关灵性之爱的歌 那是他自己谱写的 重要的瑞兹之旅终于到来 这一次我比之前几次还要更兴奋 在我年纪更小的时候 因为还无法领略所有事物之美 我一直只把它视为生活中一年一度的惯例 现在我有种奇怪 但却又很期待的感觉 这次将会成为我生命中非常特别的一段时光 而很重要的是 我必须尽量吸纳瑞兹的美好 还有就是即将见到拉米努瑞大师的那种兴奋之情 徒步前往瑞兹的旅程要花上好几天的时间 所以我们总是会打包许多衣物 特别是为了这场研讨会 每个人都会以自己发散思维构想的主题 设计出一整个系列的服饰 这一年一度的旅行是我们的文化传统 可以追溯回我们仍处在肉身文明的时代 虽然我们轻轻松松就可以让自己先身在瑞兹 但是这样一来这趟旅行就不会那么刺激 旅行的体验也不完整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